输入的范例 再加上一个栏位 就是 那个名字部分 因为之前只有输入成绩嘛 第一个成绩 没有名字 所以 Dictionary就可以具备有 有点像一个Key 一个Marit 但问题来了 就是说它两个栏位 可是将来要怎么样 去处理这些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多一个 这个是初始 它建一个空的字典 怎么样把资料放进去 特别是要 Dig 1 里面中瓜糊 这个就是它的Key 所以放进来的 这个东西会放在Key 后面东西会放在Value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就关键点 因为之前那个 串列是用Append的 对不对 那字典的话以后就是 中瓜糊前面是放Key 后面是放Value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关键 Key Point 如果你可以 这个以后也还是要 把它稍微熟悉 那可是问题它变成两个栏位 将来我们要处理的话 怎么样处理比较简单 其实方法当然不只是 切成两个串列 另外还有个别一个一个抓出来 可是我发现 好像切成两个串列 会比较好处理 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 已经学过串列的 对我们就不需要 再多学一些其他的东西 干脆就把它当成 两个串列处理 后来发现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串列你都学过了 另外一个方法 你要额外再去学别的方法 我觉得额外学 你又要多学 多学反而会增加负担 算我们就把它当串列 OK 所以以后你就把一个字典 当两个串列 那也就是说 我要把Key名字 抓出来的话 特别主要就是Dick1 这个字典的所有的Key 所以你要用一个方法 叫做.Key 意思说把AABPBCC丢到一个串列里面 不过特别注意 它预设 如果你外面没有包一个List 把它转型为List 它会有自己个别的形态 它的形态叫什么 叫那个Dictionary 里面Key 又一个怪怪的形态 所以我们为了要方便 因为我不要再去处理那种怪怪的形态 我们干脆转成串列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只是稍微取巧 然后尽量用比较简单 我们就比较多 我们只要是利用它的好处有Key value 但是后面好处理就是转成串列就对了 所以要转成串列记得 外面一定要再加什么 加一个List 这个List就是转型的意思 就是帮我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串列之后 那我就比较好处理了 所以后面的部分的话 就跟前面是一样 因为你转成两个 等于是说以前是一个串列 就是go 但是现在多一个名字 OK 大概差别在这里 那待会请各位 再把之前的那个范例 改写一下 那我希望就是说 把之前我们昨天的那个 学生成绩有没有 我这个学生成绩有三个 那当然呢 你会想说Key 怎么办 它有一个Key放名字 那Value怎么办 Value放 因为只放一个啊 怎么办 可以放List 放一个List 也可以啊 对 然后之后再切割 好方法 方法很多啦 我讲过没有标准答案 你可以在字典里面 Key就放那个名字 Value就放一个List 那个List就三个东西 那你之后再抓出来再把它切割 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用三个字典嘛 对不对 DIC1就是国文 DIC2就是英文 但是会有名字吧 名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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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那哪一个比较简单 试了就知道了 OK 有些东西试过了 你就会明白 你就会比较知道 用哪一种方法去写 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希望做什么 一样嘛 就是把成绩 Open嘛 就昨天讲的 所以等于是有点像复习 那我需要把它 这个档应该大家下载去 就是昨天那个位置 那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资料都读出来 但是我前提是要用放在字典 再来处理 所以我做完之后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 做完的啦 大概就是开档 不外乎是怎么样 开它 有没有 先建一个空的字典 然后开启之后呢 也是Realize Realize Realize 一样是放在这个串列里面 但问题是怎么样 刚好放在字典里面 最后我希望看到结果是长这样 就是 刘晓华的成绩为这个 有没有 然后张永华的成绩为这一个 如果我希望看到的就是 就是谁的成绩有三个 方法很多 刚刚同学有讲 就是在Value里面放List 或者是用三个字典来处理都可以 至于怎么写 也许你们可以想想看这个部分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各位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 就是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你用List的话 丁小语 丁小语 他不会怎么样 他不会管有没有重复资料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在这边我输出的时候 因为我放在Ditional里面 那你会发现丁小语 这边有 这个有 下一个丁小语呢 怎么样 不见了 也就是另外一个特性 因为Key不能重复 所以如果他又放个丁小语 那笔资料自动消失 他是自动失踪 他不会告诉你 因为他其实就已经 Key一直就告诉你说 你不能要放重复的资料 如果你放了重复的资料 你会自动消失 但是他不会提示你任何的讯息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不允许 就是重复资料 那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档案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帮我放到这个什么呢 字典里面 然后再帮我输出某某某的成绩为这三个 这样怎么写 想想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然后 其实也不难啦 反正就是你要先读进来 然后看怎么处理 也许你就是把它 一个Key就放名字 然后面的话就放在List里面 不过问题你realize realize之后的话 解析出来 OK 那我们逐一来看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 从档案的这个List里面 写到字典里面 写到字典里面 当然就Key 就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不过因为Value有三个 那你要想说三个 那跟写出有点关系 所以将来写出去是刚好就长这样 三个嘛 那你也不需要 那你可以放在串列里面再逐个搬出来 可是有点麻烦 我们干脆 就一个字串就好了 中间加逗点 就放进去就放一个字串 中间加逗点 那这个是比较取巧的 可是相对的比较好处理 所以呢 我们应该怎么把它写到那个字典里面去 那我们需要什么 一樣for什么 for i in range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告诉它范围 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资料里面 会有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这个栏位名称要避开 那我的range 就是从1开始 1到多少呢 到那个总共有几个 L1 L1 N 然后��的话 就是这个list里面送 su 避开第一个 然后我们就几下东西 那我做什么 那我放在字典里面 可是问题放在字典里面 我读出来的东西 这个list里面 基本上它就是会有 一堆 就是说他会 读出来的话会有这四个东西 就一串 那所以怎么办呢 那我应该怎么 把它切开来 所以这边的话底下 我就有一个 先加一个list2在前面 这个list2就是把list1里面的这一个 里面这个就读到了 比如第一个是这个 那个刘晓华这一笔 那因为它有四个 可是它读的时候是读全部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切割 sprit 那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点什么 点sprit 然后里面跟他讲说 按照到底帮我隔开 那再来的话我就怎么样 再把这个东西写到字典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dic1 那它的key的话就是什么 因为切开来放在list2里面 所以list2里面的key我就用姓名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是key部分 就是它的姓名 它在第几栏呢 它在第一栏 所以它的位置一定是0 这个0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value value的话因为后面输出 就是长这样了 所以我干脆取巧一下 我就不用了一个另外再产 因为我就刚才用个字串好了 等于什么 等于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它的成绩 成绩的话就放在第一个 中间呢我就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d点 有没有 ok然后呢再串什么 再串那个这个是国文成绩嘛 再串什么英文成绩 所以这边输入2 再串什么 再串那个英文数学成绩 这边的话3 所以基本上因为 这个list切开来之后的话 它会有什么 有0在这里 1 2 3 所以将来就是什么 把这个三个串在一起 中间加d点 所以key跟value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为了要符合我们将来输出的需求 所以这样会比较简单 当然还有其他的写法 你们可以看看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当一个串列的话 问题会比较多一些些 会比较写的比较多一些层次 ok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的ditional里面呢 就会有这些东西了 就完成写入到字典的key value 所以将来写进去就是刘小华 还有这个张永华这个 吴美军这个 所以我要读出来怎么读 他已经放进去了 读出来的话呢 那我就需要全部读 所以呢一样 其实可以偷来一样 把这一行拿来放到这边 从就不用避开 因为写进去在字典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就从头全部读 但是我有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什么 就是一个list 我把它分开 读写进去之后的话 再把它key 读出来 所以list key 打错了 list key keys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先把那个名字部分先抓出来 那一样一个转型为list 然后这边的话就dict1 然后 点keys 就把它的所有keys都帮我抓出来 小瓜糊一下 ok 这刚刚写一样 然后另外的话呢 后面就把value抓出来 这边的话一样 来个value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改成value ok 然后就把名字放在key 把三个层积放在value 底下的话我就分别的把这个keys的所有的 我就把那个它零到keys所有的 逐一逐一的帮我print出来 不过print的话呢 那我需要什么 这边的话print print的话我可能需要 把某某某某的乘积为这个几分 那当然呢 这边有一个变数 两个变数 我干脆用什么 用format format的话呢 记得还记得 谁的名字 就一个大瓜糊 这乘积为 那就把它串在这个中间 所以这边我拖揽一下 这边弄几分嘛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就一个大瓜糊 就两个 然后点format ok 然后第一个 第一个变数的话就是抓 先抓keys 再抓value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先把keys的这个 抓过来 然后中瓜糊给它一个i 然后呢 再把那个values的资料 这个把它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然后再一个中瓜糊一样给它i 这样它出来的话 就是刚好说 某某某某的成绩为 有没有 三个成绩分 就输出了 ok 最后的话 这样神社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ok 所以 因为这个蛮重要 所以我就细部的 写给各位看 因为我怕说将来 你如果这个不熟以后 你要去做 使用别的方式 网路抓资料放进来 你会发生错误 那以后还会遇到 这个后面呢 网路爬虫 都会遇到 像你要爬json的档 也会有遇到这种情况 ok 好 那我们就怎么样 直接输出 不过输出可能 我看好像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输出 它怎么样 会多什么 这边会自动帮你换 为什么 什么 因为最后这边好像会 成绩后面都会换行 所以这边要记得 什么 把它点什么 strip 还记得吧 因为它这个里面会多 那个换行 所以把那个换行吃掉一下 有印象吗 每一个成绩后面都会enter 成绩都enter 那怎么样 把这个吃掉之后的话 不然它这边输出会多的换行 把它吃掉 然后这样输出 ok 看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 好 没问题吧 试一下 ok 这个城市云端上也有啦 一模一样 因为我等于是把它重打一遍 只是主要就是说你要了解 我这边建一个字典 然后字典的话key key的话我是用它的名字 所以这边变成说 我先切完之后取得名字 把名字当key 那value就是三个成绩 就是这三个东西啦 只是中间加豆点 我就没有把它当成是 串列来 来存资料 而是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字串 刚好这三个成绩中间加豆点 ok 因为将来主要是报表需要 这三个成绩 我就干脆直接把这个字串 拿出来输出就好了 好那请各位 试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一段应该云端上有一模一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